小神 specialists 的 tinglesisch Pixels 参考項 law enforcement mission 這次我們看看 Explain is Impotence 解釋它的重要性 Using the accounting treatment for Botifrarnos 2 & 3 as illustrations 它要我們用第二題題、第三行作為一例再見 去解釋究竟Going Concern 的 assumption 有什麽的重要性 在我拍片今日,即2022 DSC 前 都算是未出過的考法 起碼 DSC 程度未出過 Going Concern 大家可能叫做 DSC 都玩了幾轉,可能也叫做息輩 所以你第一個一定要回答的就是Going Concern 的 definition 即定義 要記住Going Concern 繼續經營假設 其實它是一個假設來的 假設是甚麼? 就是公司在可見的將來 Foreseable future 是會繼續經營 Foreseable future 是其中一個重點之間 然後它是沒有需要或沒有意圖 就是 does not have the intention intention 是意圖 need 是需要 中文就是沒有需要或沒有意圖 去做甚麼呢? 就是去倒閉 倒閉 就是去 cease business 或者英文一個字可以叫做liquidate 或者大規模縮減業務 英文的話就是去減低 scale scale down operations 所以整個 assumption 就是說 在可見的將來 一間公司並沒有意圖或需要去清盤 或者大規模縮減業務 這個定義你配得完成 其實三分內只佔一分 所以這裏其實還未取得完三分 接著下來 其實那兩分就是分別解釋 為甚麼Item 2 和Item 3 關係 首先看看Item 2 其實Item 2 說甚麼呢? Item 2 我們看到有一個叫 Prepaid 的東西 預付費用 我們看到有一個 Prepaid 在這裏 Item 2 的 Prepaid 其實是 為甚麼會關於這個事呢? 因為有公司的關鍵 其實我們才會應用到另一個概念 叫做 Accrual Concept 或者有時候我們會叫它做 不是叫做概念的 是叫做英計假設 就是當Going Concern Assumption 適用的時候 Accrual Assumption 英計假設 才會同時適用 所以在Item 2 那裏 我們會做一個 Prepaid 我們會將 Prepaid Expanse 帶到下一個會計年度 Next Accounting Period 換句話說 如果Going Concern Assumption 是不好 甚麼意思呢? 你想想如果那間公司 它今天已經是準備清空或倒閉的時候 它不會再計算一個預付費用去下年 其實它的費用在今天 你預付的費用應該都已經用不著 因為你準備要倒閉 所以其實不應該去做 Prepaid 這一件事 下去第3個 Item 其實就是玩甚麼呢? 就畫一個 Bank Loan 其實Item 3 就是把 Bank Loan 刷出 Current 和 Non Current 如果你明白甚麼是Going Concern 又是很簡單 假設你已經準備要倒閉的話 你何來還要刷 Non Current 你今天要快要計算有甚麼 Liabilities 準備清盤滑掉就倒閉了 但你classify 做 Current 和 Non Current 就是我預期你會operate 營運超過一年 即使是非流動負債 所以詳細的解釋 你可以參考Marketing 中的字眼 但這次的考法是給大家一個新的概念 或者新的角度 去了解到 究竟Going Concern 除了我日常背書 去理解之外 其實還可以怎樣考呢? 希望可以給大家這個角度